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種呢 是Nissan的370E 這台應該是370E小改款時候的 因為這台是13年款的 那它的配備的話也都還蠻不錯的 前面跟後面呢就已經是多火塞卡鉗了 而且原廠的話是配置了19吋的鋁圈 這個鋁圈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鍛造的 19吋的 那它的前懸吊是雙A懸吊系統 後面的話是多連桿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 3.7升V6引擎 動力的話相當的大 整體的外型和後輪的後面的話 也幾乎是已經有一個爆龜的 原廠就已經有爆龜的造型 它前面的雙A懸吊系統 這裡的話可以從這個縫隙當中看得到上座 這裡有一個上座 這裡有一個黑色的旋鈕 這個旋鈕呢就是它能夠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所以前面的話呢還有後面呢370E KT的話都有附上座 那它原廠有一個鋁合金的拉桿 上座的話就是在拉桿的下方 前面的話是對象的四活塞卡鉗 這個盤進齁 碟盤的盤進呢也是相當的大 那前面的話 雙A懸吊系統跟之前的350E KT的話不太一樣 它的下方的下座形式 350E KT的話呢是一個開叉的形式 那370E KT的話就變成是鐵號 在前面的避震器的周邊呢 它原廠就已經有一些固定架 譬如說有ABS感應線 那繞到另外一邊呢 這邊的話有一個煞車油管的固定位置 那改成KT之後呢 這些油管還有ABS的感應線呢 我們也有附一個專用的固定架 那其實這個零件350E 370E 還有一些Infinity的車種呢其實都共用 但是有改了KT之後這些的油管固定位置呢 也都不用擔心 我們都有附 所以就都不用再用束線帶 然後因為這一台是禁忌的版本 所以它前面的台灣公斤數呢 我們配置了200茶 對焦14公斤 那裡面的主靈油呢 一樣所選用的是義大利進口IP的主靈油 它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有的穩定度相當不錯 還有這裡面的油封部分的話 有使用的是日本NOQ的油封 這裡的話看得到依側的部分 這個就是避震器的上座 所以它能夠調整高低的範圍呢 是統真可調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能夠調整高低的範圍 最高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大概可以輪胎到葉子板是切齊的程度 這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那後面的這一個 後輪的形式的話 其實就有做一個爆龜了 後輪的話它的彈簧跟變器是分開的 它的彈簧我們所配置的話是10公斤 所以這台的禁忌版本呢 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前面14公斤 後面的話是10公斤 那上座的部分 KT就有附一個上座 可是它的阻尼調整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些 如果車友有要比較方便 從行李箱裡面做調整的話 需要從上部裡面鑽一個小孔 跟3501的做法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有附上座 那防塵套饅頭呢 這些就都不用再沿用原廠的連件 車高的調整後面的話 原廠大概是兩指半左右 預計今天降低到大概一指半到兩指左右 所以這一台的後輪的話 也可以調到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甚至可以暢認 負大概15mm左右 所以這一台能夠調高調低的區間範圍呢 其實很大 那後輪安裝的特別的技巧呢 就是在 要調高調低呢 是從這一個彈簧上方呢 有一個high low key 這個需要把它原廠的 是一個倒三角形的橡皮 需要把橡皮拆掉之後呢 裝上我們家的調整機構 那這個調整機構 它的調整範圍很大 我們需要把這個 這個是 後彈簧上方的固定橡皮 這個橡皮的話 其實 Nissan的車系的話 還有Infinity 很多都是用這個機構 譬如說 Tiana的J31 J32 或者是說 Infinity的休旅車FX35 都是用這個零件 那需要把那個橡皮拿掉之後呢 我們有附一個專用的橡皮墊 會在這個high low key的上方 墊著的話 就可以 確保 不會位移 跟不會有異音的狀況 所以這些零件呢 都是這些相關車系專用的規格 那後輪的話 它後懸吊所覆設定的彈簧呢 也是 因應3701所專用的規格 那後輪調高調低 從這個地方high low key做調整 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我們其實常常遇到過 彈簧縮得太短 那所謂縮得太短呢 就是後 這個桶身呢 把它調得太短之後 它的彈簧就會預載過多 所以像這樣的懸吊系統呢 最主要的安裝上的技巧呢 就是 在這個桶身的長短部分 它的 千萬不要把彈簧預壓過多 預壓過多 怎麼調都不好做 而且會有異音 那桶身的壽命也會同步縮短 所以 像這樣後輪彈簧 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呢 最主要的重點就是 後輪的彈簧 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那今天的話 大概先設定的阻尼段數的話 是大概前面十 十五到二十段 後面的話就大概設定 先設定個十五段左右 預計降下來車高 大概一直半左右 其實一直半對三 一般轎車來說算低 但對370Z來說的話 畢竟它是一台雙門跑車 所以它的車高 一指半的話 其實只有比原廠 大概降低個一指五左右 這紅色的跑車很漂亮 加上它有輪胎貼 整體的造型的話很漂亮 OK以上是Nissan 370Z的安裝分享 謝謝大家 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很歡迎車友們到我們 KT Racing的粉絲團 詢問或者是有需要試乘呢 也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oww 謝謝 快點